再来看到的是菲律宾国安委员会 昨天发布一份六年的国安政策文件 表示菲律宾寻求加强应对危险的能力 强调有必要加强跟盟友的关系 那么是台海冲突的风险为主要的担忧 那么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氏 最近就批准了这一份国家安全政策文件 他们关注的是不断升温的美中角力 认为这会让地缘政治的情势更加的紧张 那么文件也提到了 海峡两岸的关系存在着重大的疑虑 有可能成为区域冲突的爆发点 而且还冲深 南海事务是菲律宾首要的国家利益 诸多内容都鉴置中国